大王叫我来寻山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西安王晨 2020年12月12号 我来到了有凡天禁地之说的 佛教名山,范进山 范进山是武林山脉的祖风 恩师的大峡谷 湖南张家界都是武林山脉 朋友们,我们做这个观光 车上山,再做20多分钟的锁道 来,锁道正到了 请拿到这层屋屁下车了 好,谢谢 朋友们好,我是尊义冯文东 今天跟着副总 还有叔叔姐,西安王哥 我们一起到了 范进山 还有我呢 你呢 我们现在要做锁道 做锁道上山 副总先去办点大事 我们的目标是这里 到金顶 排队过锁道 哎呀,我想这今天冬天是淡季 没想到淡季不淡呀 哎呀,人这么多 我本来想今天自己亲近的到这个范进山 进化一下自己的那个心 洗脱一下自己的罪恶 我要准备洗脱一下别人的罪恶 我们现在已经坐上卵车了 哎呀,卵车要坐20多个小时 坐20多个小时 20多个小时的20多个分钟 在这20多分钟 我给大家当一回导游 樊进山在2000多年以前 叫三五山 当地少数民族的心中的那个神山和圣山 也叫大佛山和九龙山 从金顶到祖峰中间有个池子 就是九龙池 是这两个山中间的一个沼泽地 当地人有时候都不敢进去 很神秘的 里边有比熊猫还珍贵的 号称世界的都生子 钱金丝猴还有云豹 最原始的娃娃鱼 哎呀,你看这云雾辽辽的 云山雾罩 北宋初期 佛教正式传入这个范进山了 一直到这个清朝末年的光绪年间 一朝一代啊 都在范进山上修建寺庙 特别是在明朝的时候 万历年间修的寺庙是最多的 天庆寺 朝天寺 承恩寺 护国禅寺 是范进山最著名的四大黄庵 为什么称它为佛教名山呢 在范进山周边大大小小的自愿 修了上百个 其中有名的就有四十八角岸 分布在这四大黄庵下面的 咱们现在一会儿坐这个缆车要到达万宝岩 万宝岩跟前就有一个四大黄庵之一的承恩寺 从承恩寺开始往左右分开就有老金顶和新金顶 老金顶上面供奉的是过去的燃灯古佛 新金顶供奉的是现代佛 释迦摩尼和蔚来佛也就是弥勒佛 而且这个范进山也是弥勒佛的道场 还有一说浙江的凤化 决斗山上的决斗寺是弥勒的道场 这才今天是看到了这个脚下踏着祥云呀 哎呀真的好看 坐着缆车踏祥云 然后上金顶 一会儿咱们可以看那个新金顶上中间有一个峡谷 那叫金刀峡 为什么叫金刀峡呢 以前那块石头是一个整体 因为弥勒佛和释迦摩尼佛 两个人都看上这块宝地了 那个燃灯古佛一看 你俩也别增了 他就抽了一把金刀 把那一座山剔成了两半 中间那个缝叫金刀 左边就是释迦摩尼殿 右边是尼勒殿 然后这个咱们顺着成恩寺 往金顶上走的过程中 还有一个最好的风景叫蘑菇石 蘑菇石前面还有一个万卷书 为啥说他万卷书了啊 他这个岩层结构是一层一层的 好像一万卷书落起来 派友们 我们现在下了索道 到达了万宝岩 要从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要朝老金顶和新金顶 蘑菇石万卷书前进 我跟你们讲 福总肯定爬不上来 哎呦 轻飘飘的 你那就爬上来 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就上来了 怎么样 王哥 嗨 范金山 还没上去 还要去看蘑菇石 好 朋友们 我们到达了蘑菇石 此处海蜡2318米 行 好 不是 哎呀 看来这冬天拍山啊 真不是个好主意 9月底老金山 上的山来这种景象 11月底玉龙雪山 哎呦 上的山去 那风都要把手机给吹跑了 12月12号 范金山 哈哈哈哈 上的山来又是这样 呦 这会儿还能看到个房顶 这是什么建筑啊 这估计可能是陈恩寺 陈恩寺啊 也是大黄安之一 哦 因为现在云太厚了 太厚了 看不清它的整体面貌 认为是 可能是吧 可能是 现在看不清 一会儿到跟前了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上山容易 下山难呀 那膝盖有点受不了吧 看有没有 今天雾有点大 所以无人飞机拍不出那个万卷书的那个景色 也不安全放飞 啊 也不安全 本身想拍一下那个金顶上面的金刀侠 你看看样子 只能等下一次了 哈友们 确定了一下 这就是陈恩寺 哈友们 大家好 我们现在从山上已经下来了 因为今天天气的原因 没有上到金顶 今天没看到 很遗憾 只好到普渡广场这个地方 2242米这个地方 这有一个成人寺 四大黄安之一的 天气的原焰 我们只好下次等 夏天来的时候 拍一拍红云经典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要下山了 还有吗 下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